近年來 隨著深圳郊野徑陸續建成開放 迅速成為深圳的新打卡點 例如中部郊野徑梅林山示範段 包含一公里的自然教育徑 是一條老少咸宜的郊野徑 而東部郊野徑三周田段就串連起梅園 周邊的半山公園帶 紅花嶺水庫和馬聯山瀑布等 是一條頗具人民氣息的自然遊覽路線 自至目前 深圳已經建成了181公里的郊野徑 現在大家對這方面戶外運動的需求 已經非常強勁了 然後加上基礎設施的完善 能夠給大家的戶外休閒娛樂活動 能夠增添非常多的一些場地的選擇 然後以及提供更高的便利性 然後以及帶來更多的安全保障 根據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將會構建多層次戶外休閒步道體系 以純生態方式打造一批精品郊野徑 令市民更好地參與戶外休閒 親近自然生態 體驗山海美景 目前深圳市城館和綜合執法局正統籌全市開展 郊野徑線路勘搭 明確標識體例等工作 線路勘搭完成後 還將會通過考慮城市捷點 歷史建築 自然景觀等因素 選取一批精品郊野徑 到2025年 深圳將會構建1,000公里的郊野徑系統 那麼從原來居住的這種住宅 或者是工作的場景去走到郊野公園當中 那麼就需要有一條這個主線來貫穿 同時呢它有很多的支線來聯絡 這是滿足我們不斷增長的這種健康啊 對自然的這種需求來設計的這樣一個規劃吧